再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半径位A的一个圆形的线圈 上面带有电流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电流 因为有电流就会产生vector potential 求某一点的vector potential 不过你要求的这个potential 这一点它的R距离圆点的距离 要比A要大得很多很多 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取坐标很重要 你取得好的话很容易做出来 题目很容易做出来 如果取得不巧那很难做 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发现了 我们取这个P点 取一个P点要求它的向量位 它在这一点 就是它在Y平面上 在XZ平面上面 Y等于0 就说这一点是在XZ的平面上 取这样子的 这是迪卡尔坐标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它求出来 好那现在我们说 这一点的向量激素DL 我们带这个向量位的式子 它是等于4πμ0IDL向量 overS S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取一个DL 切线方向 取一个IDL IDL 特别注意DA跟DL同方向 DL在这里 所以DA这个跟这个平行 这个要跟这个平行 将来你这个激素 都是这里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取一个激素 那就是每一个地方都会在这里 所以同样的这一点 产生DA 好那么这个DA呢 最后是向量核 你看这个DL 它跟它同方向 DL可以分成Y Component Y Component 跟X Component 跟X Component Y Component X Component 那这个也是一样 它也可以分成DAY 跟DAZ 就是说将来我们每一点产生的向量位 都可以分成这两个分量 这个分量跟这个分量 然后我们再看 比如说你这里有一个DAX这个方向 将来在对称的地方 你就有一个DA 是那个方向 这个比如说是正的 它就是负的那个方向 一积分的就一对一对的 所以X方向就消掉了 那最后只限下什么 Y的方向 有电流的对称性我们知道 DA对线圈上电流积分后 X分量就抵消了 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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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就不是Y方向了 我们知道 假如这个是Z轴 我们用圆柱坐标来看 圆柱坐标来看 这个方向正好是Fy的方向 圆柱坐标就是你以这个为半径 这个为半径 画一个圆圈 这个是切线的方向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用的是AY 它一般来讲你随便在哪里 它应该可以用A5来表示 方向就是Fy的方向 这一点很重要 要看出来这个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DA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A等于Y方向的AY 这是这个位置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写上这个式子 于是它就变成Fy DAFy DAFy这个时候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DA CosineFy 你看这是DA DA对不对 好 那么 它现在这个方向 这就是 DA就是这个东西 DA就是这个 那我们说你这个 它就是DA 要乘上一个 CosineFy Fy角就是这个角 你看这个角 这个跟这条线垂直 这一条线跟这条线垂直 这两边 这个角的两边跟这两边垂直 所以这个角 这两个角 不是相等就是互补 两个都是锐角 不会互补 所以这个就是Fy 这个角是Fy角 所以这是DA的方向 然后Y方向就是CosineFy CosineFy 我们这个用CosineFy代以后 这个Fy提出来 单位向上提出来 那里头就是等于 大小就是这个 A5的大小就是这个 然后 现在我们再看看 你现在要积分了 对不对 要积分 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来 这个S 这个S是什么 就是DA到DL的距离 DA到DL的距离 就是这一段 这个S 我们可以看成是R平方 加上A平方 减掉两倍的R A的CosineFy CosineFy 然后我们 我们刚刚是说 R和S远大于 R跟S 都是远大于A了 这一点 R远大于A 这个当然也远大于A 而A很小很小 所以R跟S 我们就可以 妈妈呼呼当作相当 当作相当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S分之一 像不是我们把这个 S提出来 就是S分之R 就可以看成是这个 你把这个式子 SR 就是你把这个 其他的 拿到这边来 然后这个呢 最后提出一个S 大家都提出一个S平方 或者再开根号 R平方 over S平方 再开根号 是这个值 但是S远大于A S也远大于A 所以这两个 这两项 都比1要小很多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 变成1加2分之1 乘上这个 这个乘2分之1就是这个 这个乘2分之1 2没有了 它本来是 AR R over S 然后我们说 R跟S 几乎是相等 所以我们就把S也当作R好了 跟它约到一个 就变成R分之A Cosine 这个值 OK 好 那现在 我们知道 R over S 等于这个值 然后R向量 跟A向量 Dot 我们用这个 向量 这个向量 Dot 就变成R大侠 乘A的大侠 乘上 5的Cosine 的余旋函数 另外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向量 R向量 它是等于X向量 X加Z X方向的X 加上Z方向的Z 然后呢 A呢 A我们可以 把它弄成分量 把它弄成分量 一个是X分量 X分量 A的X分量 它就是等于 这个叫做Fy Acosine Fy Acosine 然后一个是Y分量 X分量是这个 Y分量就是这个 它是等于 A Sine Sine Fy 这个Dot以后 那 就只有 X Dot X存在 其他的 Z Dot X X Dot Y 等等 都是0 它加上90度 Cosine 90度 是0 只有这个存在 那就等于XA Cosine Phi 所以R.A 又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就可以把 Cosine的Posine 把这个除过来 就变成这个值 Cosine PoSine 变成这样 那我们就把 这个带到这里来 它就变成1-2S平方 加上Cosine 它就等于 这个乘上去 R平方分之X Cosine Phi 这个是R over S 而相安位本来是这个值 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为了要把这个带进去 我分子成一个R 分母也成一个R 因为R就是这个定点 我要求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固定了 它就是一个 这个距离就是一个 距离大小就是一个常数 提出来 就变成R over S的这个字 那这个就是DL DL 就是 DL 就是这个地方 取的一个小小的 长度基数 因为这一层 很小很小 也是一个 等于一个弧长 它就等于A乘D Phi 就是说这个 等于这个增加一个Phi角 D Phi 就是这个字 好 现在我们继续倒 所以相安位就等于 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把R over S带进来 这个都还在 这个Cosin Phi都还在 A A Cosin Phi 拿出来 OK R over S就变成这个 我们要积分积这个 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是等于什么东西呢 你看 这两项 这是常数 乘上这个 这个Cosin Phi Cosin Phi D Phi 其一个 零到二百 是等于零 只有这个 这个乘这个 Cosin Phi 它可以变成 一加 Cosin Phi Cosin Phi Over Two Cosin Phi的积分等于零 就是指二分之一了 所以它就变成 这个值 乘上这个值的二分之一 这个 你看 这原先都有了 这个值 R R 乘上 这R平方在这里 A X 对 这个AX 我们就看这里 它就变成这个值 4Pi Over R 这个就变成什么了 A 乘上X Over R三方 然后 X Over R X 就是这一段 Over R 对这个 直角三角形来看 它正好等于什么 Sin Phi 等于Sin Phi 等于这个 这是一个直角 对边 B三斜边 等于Sin Phi 所以这个值呢 就最后化成这样的一个值 这个值 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 M 就是Current 乘上这个面积 大小 就是 如果乘上面积向 这个 这个 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把 Pi A平方 就是这个面积 它的方向就是 它的面积向量 就是朝 面积向量 朝 这个方向 面积向量 朝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值 所以把这个 这个就是M 就是磁偶级的大小 磁偶级的大小 磁偶级的大小 然后跟R 磁偶级是这个 这个方向 R univactor 是这个方向 所以 夹角是 Pi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写成M 向量 M向量 Cross 这个 OK 好 现在我们 这就是 我们的 向量位 这个为线圈的 磁偶级举 这个线圈的 磁偶级举 我们 求这一点的磁场 它是等于Cross 我们就用 求坐标 求坐标 这个用 这个就是用 Az Aphi 就是这个字 它有个 sine theta 乘上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字 用这个好了 就用这个 用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展开 这个展开 它只有一个分量 R R R 平方 三 Sine theta 这是R univector partial partial 5 partial partial 5 partial sine theta partial sine theta 再对这个 来做微分 我们已经把这个 沉进来了 这是R 分之三 Sine theta 平方 你对这个做平方 就是R Sine theta Cosine theta 所以 Br是等于这个 这是R分量 还有没有其他分量 可以存在的呢 那我们就看 B theta B theta 大家看这个 它对R 平方 3C的 然后 R R跟 这是 有个R 有个R在这里 这个对R做 偏微分 这个R在里头了 这个R 也在 就是包含着 就是Sine theta R Sine theta Univector Univector partial 这个partial R partial 这个 然后这个 也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 沉进来 就是这个字 然后你对R做平方 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说 它的磁场 磁场 就是等于 磁场 就是这个字 这是Phi 是零 磁场 就是这个字 把这个合并起来 这两项 降到一起 这个就跟一个dipo 产生的这个磁场 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 一个无线长的螺管 螺线管 半径是R 单位长度绕N扎电线 电流 每一扎的电流是I 求空间的向量位 向量位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求呢 我们就看这个向量位 向量位我们知道 它跟B场有这个关系 B等于Curl A 而B场呢 它这个里头的Flux 就等于B 做一个 这就是Flux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线积分 这就是Flux 那可以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以后 我们再用 Stokes Theorem A相量的Curl的面积分 可以写成A相量的 封闭路径的积分 封闭路径的积分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 对不对 就这个 好 那我们就可以 求一个Flux 然后这个呢 就封闭路径 取一个封闭路径 你的Flux算出来 我就可以求A了 所以 C 就是把这个S 这个面 这个是一个 面积分 把这个面圈住的一个 封闭路径 无限长裸管 我们现在要算Flux 有Flux算出来 就可以算这个 你这个积分机出来 你取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很好积分 再把这个封闭路径 所圈住的这个地方 它的Flux算出来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罗线管 它的磁场 我们前面算过 前面算过 前面算过 是当中的磁场 是Muling NI 旁边呢 很长的话 旁边只是它的一半 但是现在我们说 我们以后都是这样子 妈妈糊糊的算 因为没有办法 你电厂可以很准确的算 但是磁场 你就是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算 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算 我能够算出一个近四值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 长罗线管 把这个罗线管 当做无线长 无线长 无线长就是 编端效应 我们就不管它了 这个当中任何一点 磁场就当做是这个字了 这是在里头 外头就是零 我们算过 好 你有了磁场 我们就可以算flux flux flux就是b.da 好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做封闭的路径 做封闭的路径 OK 这个 像这个就是外面的R 这个就是在里头的R 封闭的路径 那么 B场因为 在里头在外头 我们都当做是一个 常数 它跟Rome 跟这个半径没关系 所以它就是 我们取这个 方向跟它相同 那就是B B 乘上这个面积 在里头的话呢 就是乘上 πR平方 πR平方 在外面的话呢 它就是π 大R平方 你不能够取这个R平方 因为这个外面没有flux了 只有这个里头有 最大最大就是R平方 好 你这个求出来 我们就可以用来求这个 所以A 到了这个 等于2πR φ 这个就是等于φ了 这是φ了 那A算出来了 不是A A等于这个 φ等于这个东西啊 所以A就等于 这个被2πR除 小于大R的时候 这个被2πR除就是 大于大R的时候 所以各位在家里 做题目的时候 你最好就是先把这个式子写出来 你有了这个式子以后 对不对 你说我做一个封闭路径 那A到第二个封闭路径 就等于这个字 它就等于φ 然后再来算下来 我这里是因为我在当场 可以各位解释 而且我这个篇幅 我再多一行 我这个又要多一张投影片 到下一张投影片 跟这张投影片 看起来就不方便 所以我可以这么做 但是我希望各位在家里头的时候 你就先写这一步 再做下来 最后还是这样写 这个就是这个立题 这个立题很有趣的就是 我们说在螺线管里头有磁场 外头没有磁场 但是它的向量位 所以说你外面如果还有一圈 还有一个螺线管套住它的话 你改变这个里头的这个电流 会在外面产生感应的电动式 照理说外面都没有磁场 不会有感应电动式 但是它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我们看的这个向量位 向量位 好 我们再看 再看一个 这个相当的 这个题目很长 我们就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立题 这个立题是说 有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球壳 如果这个上面有电荷 是均匀分布 密度是Sigma Sigma就是常数了 这个球壳绕它的直径 以角速度Omega在旋转的话 要问距离球星R远处的向量位 跟磁场是多少 好 那这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做 因为它有电荷旋转 它就变成电流 有电流的话 这个是 就是表面电流了 表面电流 那我们要求磁场 或者求向量位 那我们是知道向量位 我们刚刚说过 它可以用电流密度来表示 所以我们就先求向量位好了 因为向量位它跟电流密度的方向一致 所以求它比较方便 求了向量位以后 我们再来求磁场 不过要求向量位的话 我们发现 你如果就用这个坐标来做 很麻烦 如果我们用这个坐标 就是说它旋转这个轴是Omega的轴 我们不要把这个轴当作Z轴 我们把它对Z轴稍微倾斜一点 加一个Posai角 那这个呢 用这个坐标来做 这个坐标 既然告诉我们比较好做 我们就用旋转球面上电流密度的分布 K 来求P点的向量位 我们用K来求向量位 就用这个狮子球 因为用这个 我们有这么一个狮子 对不对 那现在到底 你用这个狮子 你K 等于什么 那你DA 要去在哪里 K 就是 表面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 你可以这么讲 电荷密度J 是等于NQV NQ就是 就是单位体积有多少电荷 NQV NQ多少电荷 那么这个就是单位面积有多少电荷 那么它当然 这个就不是J了 单位面积的话 我们就用K了 你用这个关系来联想 比较容易 这还是等于 NQV 还是NQV 就是单位面积上面 有多少个电荷 S呢 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取 Current Density 是这个方向了 这个方向 那DA 我们取一个地方 DA 在球坐标上面来讲 我们要取一个DA 我们 DA就是等于这个 DA 你绕了这个转 这个就是R SineC的 Prom 这个R 乘上DC的Prom 再乘上R3C的Prom D5Prom 就是这个 这个球坐标 取电荷技术 我们已经取很多了 所以希望各位对这个会很熟悉 一定要熟悉 你不熟悉没有办法 很多 你拿的题目 没办法做下去 好 那么我们就 看这个V是多少 上面有V 这V就是 它旋转的时候 一个切线速度 切线速度的话 它 我们通常存在就是R Omega 但是你这个要配合向量 Omega 这个方向 R Prom 这就是切线方向 它是Omega Cross R 好 我们现在就看看这个是多少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大位向量 第二个是 Omega向量的 两个分量 Omega朝这里 它有两个分量 一个Z分量 一个X分量 X分量 就是这个 Omega Omega Sine Posine 这个分量 就是Omega Cosine Posine 然后呢 R R Prom RProm的三个分量 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分量 就是R 就是R Cosine Cita Prom 那这个是R Sine Cita Prom R Sine Cita Prom 的Cosine 5Prom 就是 X R Cita Prom 的 Sine 5Prom 就是 Y Y Component 好 这三个 我们把它 成开 展开 好 大家都有R Omega 这个都提出来了 然后X Component 这个没有了 只有这个有 X Component 这个就是什么 Sine Cita Prom Sine Prom Cosine Posine R Omega 提出来了 第二个就是 我们先看Z好了 Z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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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 这个乘这个 R Omega 提出来了 它就 Sine Cita Prom Sine Prom Cosine 这三 Sine Posine 这个 负的 这是 这是正的 这边是正的 刚刚的 X 这个是 负的 它是这样子 负的 Y Y有两个 一个是 这个 我们先看正的 好了 正的 正的 好 这个 Cosine Posine Sine Cita Prom Cosine Phi Cosine Posine Sine Cita Prom Cosine Phi Prom 然后这个 然后刚刚是Y Y 这个是这个 然后现在就是 这两个 刚刚是这个 现在是这个 这个 这是负的 Sine Posine Cosine Cita Prom 这是V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 可以用Sigma V带进去 然后我们就把 V呢 这个 乘上这个 再积分 积分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 Sine Phi Prom D Prom 其一个周期 是零 Cosine Phi Prom D Prom 其一个周期 也是零 你看 你看这里有个 D5 Prom 然后V呢 V 有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看 X Component Sine Prom 它有个Sine Prom D5 Prom 积分 等于零 这下没有了 这下没有了 然后还有 Cosine Phi Prom Cosine Prom D5 Prom 这个也没有了 这个也没有了 这也是一个 Sine Prom D Prom 的积分 也没有了 所以它只剩下什么 剩下这一下 这一下 就是这个 的积分 这就是我们刚才 最后呢 它只剩下 这个带进去 这是重写 就是这个 Cosine Prom Sine Prom D Prom D 然后它的S 就用这个 S用这个 在图三面 我们用 S用这个 我们现在把它变换 一下变数 把Cosine Theta Prom 与那等于U 那DU 就等于 Fu Sine Prom Theta Prom D Theta 带到这里头去 那这个积分 就是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 可以查积分表了 好像漏掉一个 好像漏掉一个 漏掉一个 对 这个地方漏掉 跳过去 这个积分就是 变成这个积分了 对不对 这个积分呢 它就是这个积分了 我们查积分表变成这个 然后你把这个 U等于正一跟负一带进去 那这个式子就变成 这个还在 里头就变成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是 如果是负 如果是负二分之R 它就是R 大R减小R平方也可以 小R减大R平方也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如果是R大于大R 那应该是大R减小R 我们现在是大R 剪掉小R 那加的话就没有关系了 那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可以变成这样子 这个各位就在家里 自己做一下 你把它乘出来 最后就变成这个 就是说这个积分了 如果R大于大R的话 就是P点在球壳内 如果R小于大R的话 那就是P点在球壳外 用这个值 恢复成这个坐标的话 它是R cross R 这里还是Omega cross R 这个Omega cross R就可以写成什么 Omega乘上R乘上Sine Theta 所以原来 原来是这个值的 我们现在可以给它改成 就是这个坐标 这个值的 改成这个坐标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向量位 的值是这两个 那有了向量位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磁场 对不对 这个磁场呢 它等于Curl A 你把这个球坐标的这个带进去 它A只有A5 A只有5 component 只有5 component 里头跟外头是不一样 这个你展开 它就等于R component 是这个 partial over partial Theta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component 这个partial R 所以球内的话 我们就把球内的这个值带进去 你把这个 对Theta做偏微分 就是微分 三平方Theta 这个就是微分R 微分出来 就变成这样子 你看这个 三平方Theta 那就是2Sine Cosine Theta 不过三Theta 跟这个约掉 就没有三Theta 所以这个 对R做偏微分呢 就是微分这个 那三Theta 平方Theta 约掉一个 还有一个 它就是这个值 B B 这个不要向量 这不要怎么打上去 这就等于常数 这是常数 然后QY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换一换 QY是这个东西 你也把它 微分 它就变成这个值 OK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 再回到前面这一段 好了 这就是B场的 球内跟球外 这个值是这样 你看球外就 这个值跟一个 乔布摩梦们产生的这个 这样子很像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呢 我们再讲一个东西好了 再讲一个东西 这个讲完了就 下次讲立题 进词学中 我们现在要谈它的连续条件 我们前面讲过 Current Density 讲过 我们讲过Current Density 前面有Current Density 有磁场 有向量位 那么有Current Density 你可以用来算 Vector Potential 用这两个式子 一个是直接用这个 一个就是用 Poisons Equation 你有了J也可以算B场 B场也是一样 用这个 这就是 Bill Savalow 然后呢 有这两个特性 也可以求 然后 你有了A场 要算B场 那就是 B场等于Curl A 还有Divergent A等于0 等等 这个就是它三个的关系 各位稍微 放在一起 做联想 比较容易记得住 我们下一次就来 举例 来看一看 看它的 不是 下一次就看这个 连续条件 B场的连续条件 跟相量位的连续条件 OK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